而受到东北季风以及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尽管29号的白天开始是受到了东北季风减弱而气温回升 而东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的短暂震雨发生 而大家所关注的清明廉价的天气又会是如何 镜头就交给记者邦彦来告诉大家 清明时节雨纷纷 受到东北季风及华南云雨区影响 本周全台天气不稳定 尽管周二29日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回升 不过30日又有封面接近 31日4月1日受东北季风影响 云封面东半部转为有局部短暂雨偏湿冷天气形态 从29号天开始 东北风减弱 然后华南云雨雨淡也移出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29、30天气基本上是比较好的 然后30号晚上的时候就一道封面来了 所以31号开始东北风又比较增强又影响我们 所以温度又开始下降 所以到4月1号、2号、3号天气大概都不是太好 温度也不会太高 我们可以看到高温大概就在19、20、21上下徘徊一点 所以还是有一点寒冷的感觉 然后低温大概就在19度附近排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整周的花莲天气大概都是一个阴局部地方 然后某些地方大概雨会比较强一点点 然后大概也都是一些短暂的啦 就是一些雷雨或是震雨的情形 预报从29、30、31是三天啊 在花莲这地方啊 沿海会有长浪的发生 所以还是提醒民众如果去海边 从事海边活动的时候啊 可能要注意一下自身安全啊 随时注意一下海面上面的状况 4月2日廉价第一天 封面通过 由北而南各地转为有震雨的天气 一直到廉价末两天 4日5日受高气压影响 天气才会逐渐回稳 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 有安排廉价活动的民众 记得期待雨具留意天气变化 记得蒋邦彦华联系报导